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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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燕 像妳這樣不知可恥的髒東西 如果你敢背著我的朋友 在外面跟人家亂來 又不小心得到菜花 要燒的絕對不會是妳的小頭 而是妳的犬牲 喔耶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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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我的好演員 妳完全可以寫霹靂火的劇本耶 嗯 真的 哎呀 怎麼樣 蛤 嚇到了嗎 嚇到了 嚇到了 好狠喔 還好啊 還好 小禎她講話很直接 因為老實說網路上我們都不太敢看 因為總有一些會罵妳罵得很難聽的人 妳是直接用本名就是我是小禎 然後跟他們妳可以嗆起來啊 會啊 因為就是在微博上面 妳一定是用本名嘛 然後而且那件事情我覺得很無聊 就是我那個網友就講說 有發生過兩次 一次是我在某個節目上面就講說 那次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就說台灣是一個很多颱風 又很多地震的國家 就這樣子我就被標翻了妳知道嗎 就說台灣是個國家 妳腦子不清楚啊 就開始妳知道嗎 然後我就心想說我只是在分享 節目上的內容 然後我就 而且她因為她一上來講了之後 就很多網友就上來講說 對啊 妳們台灣算什麼的... 就開始啪哩啪哩一直講 然後我就說 請妳饒過我們這種小百姓嘛 我們只不過是上個通告 分享一下節目內容而已 妳那麼厲害妳不要寫信給我 妳寫信給馬英九嘛 我說這跟我們什麼事呢 這不是我們能控制的啊 我們出生要拿什麼護照 是我們能決定的嗎 不是啊 對啊 我覺得不然妳寫信給柯四海或董念台 對啊 然後好 試過了很久之後呢 我前陣子剛好跟歐弟跟他女朋友就是去香港 然後因為之前我們還一起出國去很多地方 就是去美國那種 然後中間就碰了很多的事情 就是不是每次跟他們出去就是碰鬼啦 不然就是 就是一大堆衰事就對了 然後我那天就從香港回來 又遇到鬼 然後我就在微博上面發說 怎麼每次跟歐弟跟Semi 只要一出國就會碰到一大堆衰事 不是被關進小房間 就是海關那另外 不是被關進小房間就是遇到鬼 要不然就是怎麼樣 又開始了 妳說妳去香港 沒有 又有網友說 妳說妳去香港是算出國 就又開始噼噼噼噼噼 好無聊喔 然後我就跟網友說 妳在搞什麼啊 她沒有來很久的耶 是不是很無聊 然後我就跟她網友說 請妳不要這樣子覺得說我講 跟他們出國 我說我們交情好幾年了 出去的國家一定不只這個地方 還有去美國 難道去美國不算出國嗎 妳不要這樣很難聊天耶 我還跟她講不算這樣很難聊 這種人真的很難聊 還不錯這句很可愛 有些人就是很無聊 時間太多 一定要跟你抬這種槓 對啊 然後就開始吵翻了 就說 這裡是小禎的小天地 妳不要再把政治的問題扯進來 怎麼樣 就這樣嗎 小禎你看 兩邊都這樣妳訓掉了 來 在餐廳有沒有嗆過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 為什麼都要解釋呢 大方承認啊 老師說要反省自己 就是有時候真的有時候工作累的時候 脾氣暴躁一點 但其實 那個店員也小幽默 就跟你開了一個玩笑之後 你想說回他一下 結果沒想到就傷到他了 什麼 什麼事 就像店員很常就說 好的冰咖啡熱咖啡 熱咖啡 那請問要冰來熱的 類似像這種 比如說妳一定有碰過那種 妳去餐廳 然後她就說 小姐請問妳來用餐嗎 不然咧 不然咧 我覺得有時候這樣回他 然後他就會很受傷 其實妳也找人啊 然後他就會很受傷 但是因為那一天 我在同一個餐廳三連泡 然後就整個很受傷 因為後來我就點外帶嘛 然後外面下大雨 他們就說 胡小姐妳進來等好了 我說好 謝謝 他們就倒了一杯可樂給我 他就說 那請問妳可樂要在這裡喝嗎 我說 妳講的其實跟我們一般的經驗很像 因為很多的那個員工其實 沒有辦法經過很好的訓練 然後本身口才可能也不好 我常進一個餐廳 他就會說 小姐妳有預約嗎 就好像妳是來討債的 對 預約的時間那樣 我就說 我沒有 我走了 他說沒有沒有我們有位子啊 我說那妳幹嘛 就是那個嘴臉 那個嘴臉啊 然後好 第三泡是她說 好好好 那妳味道要不要先脫下來 那妳要幫妳掛起來嗎 我說不用 妳丟旁邊就好啦 誰呀 好啦 妳今天拍攝妳比較快 就真的 然後後來他們 就這樣也沒有服務生來跟我交談過 對 一個天明助理也碰過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 你知道我有一次是 要飛去上海 然後呢 就在去上海之前 我想說有幾天假 我就自己一個人先去香港 然後呢 這個助理就會直接從台北 飛到上海跟我碰面這樣 然後差不多 我就從香港要去機場的時候呢 欸 怎麼電話來了 我心裡想說 奇怪 這時間 妳不是應該上飛機了嗎 怎麼還打來 你知道 她打來她就這樣 我睡過頭了 我說妳 妳睡過頭 我說 這不是在台灣的通告 我可以自己來耶 上海耶 我說妳睡過頭 妳現在怎麼辦 她說 我在排下一班的飛機 可是今天 只有一班 然後我整個 整個去上海兩天 我整個那個火 一直激在那邊 我就回來 我就看到她 我就說 妳下次麻煩 在履歷上面寫專長 就是趕不上飛機 有嗆到 其實怎麼會這樣 路人插隊 妳也會很不爽快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都在趕時間啊 然後有一次也是在那個 一個大賣場裡面 然後那大賣場人很多 而且她都有分 比如說幾條 只收現金幾條 只收信用卡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就在排嘛 可是已經人很多了 然後又趕時間 大家都在排 大家都耐性不好 就排排排排 忽然間就有一個 那個婦人 她就裝沒看到 因為其實她那個線很亂 就在那壺那個 美版的那種大賣場 其實那線很亂 知道嗎 然後呢 她就忽然間裝不知道 就反正沒事這樣 她就忽然間 插到我前面來這樣 然後我就一看 她的東西如果只有一兩樣 就算了 我一看 整車耶 整車滿滿滿的 我就心想說 為什麼大家都在趕時間 妳憑什麼這樣才會啊 然後我就整個火一上來了之後 我就說 小姐 裝哈伊玲 真的不用這樣嗎 我說小姐 就哈利你飯吧 妳現在很趕時間嗎 然後她裝沒聽到 你知道嗎 我說小姐 妳很趕時間嗎 她就說 欸欸欸 對啦有一點啦 我說是喔 趕著投胎齁 講這句話現在可能會被告的吧 會 現在隨便就會被告 要看法官想不想 其實 我覺得 小貞 妳曾經嗆過李靜良 其實那次也是真的無心的 就是當下她跟我講這樣的事情 我只是一個直接的反應 我只是覺得 這樣的行為就很像啊 因為她以前 有一個學長 然後呢 其實也明明就知道 這個學長 會約她出去 因為她那時候還在大醫院嘛 然後就會約她出去 應酬啊幹嘛 其實就是每一次都會 比如說我在家裡 我都會接到電話就是說 就要證明說 她真的跟小禎認識 這樣的電話 很無聊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妳為什麼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去陪這樣的學長應酬 然後妳自己每次也都不開心 然後 如果你今天沒有跟我抱怨的話 我覺得 那妳有可能這應酬 妳還蠻開心的 可是妳每次都跟我抱怨說 為什麼 我都要這樣子 好累喔 因為她應酬也沒有什麼 她也不會叫我去 她的診所工作 那時候 她還在大醫院的時候嘛 她說她也不會叫我去她的診所工作 也不會給我任何好處 我們兩個也沒有任何的 生意往來上面 為什麼要這樣陪她應酬 然後我有一天 真的聽到 我就覺得 學長又打來了 她那天回到家 她很累 然後呢她就說 沒辦法 還是要去一下 我那天就真的有點火 我就說 妳不覺得妳這樣 真的很像她的那個狗嗎 妳不覺得她真的很像她的狗嗎 她隨便叫妳 妳就要隨便出現 我說妳這樣不是很累嗎 妳這樣早上工作也這麼久 然後妳這麼累 然後妳也沒有任何的意圖想去 那妳為什麼要去 然後她聽到這句話 她就不開心 她就甩門就走了這樣 然後後來她可能想一想 越想越氣 她就又回來就說 妳說我是她的狗是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這個時候我才驚覺說 我剛剛講了好像有點重 我就說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不是指妳是狗 我只是意思說妳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會讓人家覺得 可以使喚妳 可以使喚妳 就是使喚妳 對啊 就是小黑來 她就要來 就覺得說 連小黑都出現了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這樣 跟她講完了之後 她就覺得 有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很氣這樣 要不然我要怎麼講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去跟她 妳沒有錯 因為我覺得 要不是妳要先跟我complain說 妳真的很累很累 那我就覺得無所謂妳就去啊 妳沒有錯啊 我也覺得這樣好 所以我就傷到她 其實也好 因為妳只是舉例 妳又不是說 妳是狗嗎 對 對 說得很好 對 而且什麼叫傷到她 她有沒有想過狗 搞不好心裡面還覺得說 拜託我還比妳有尊嚴 對 妳傷到狗了啦 對啊 好吧 那我跟最後的狗到底 真的 後來她 她還是娶妳 她們誠實回答 鞋櫃裡到底 差不多有幾雙鞋 小真 現在鞋櫃裡 現在鞋櫃裡面 我想應該 擺雙跑不掉 而且我已經親過兩次了 對 對 而且她最讓人覺得 不舒服的是 人已經長那麼高 還都穿那麼高的鞋 不是 可是因為高跟鞋 就是要高才好看 妳說那種半高不高 我就覺得幹嘛 Tax的鞋嗎 誰呢 可是老師這個有空台 這個大小很明顯 那雙好像是攝影師的還是 我覺得 都沒有人要承認 攝影師 她有多大 我看有 哇 9號吧 這雙鞋其實是 比我原本買的還要大 為什麼 應該是寧國基的 我不穿這樣的鞋 不是 這雙其實比我平常 穿的鞋大一號 是因為那時候 我懷孕的時候腳脹到不行 所以我那時候 都靠這一雙過日子 去哪裡都穿這一雙 因為它軟很舒服 就是因為很好穿 對 很舒服 2萬塊 沒有 我在美國買的很便宜 在奧列買的 大概6千塊台幣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很舒服 因為就是因為太舒服 幾乎每天都在穿 痘痘鞋 然後就變得很髒這樣 對啊 小鎮呢 身高夠了 對吧 那這時間呢 她的高跟鞋 盡量不要太高 因為她的形狀 我跟你講 因為她站著的時候 她膝蓋已經開始彎了 對 你看到沒有 她平直直了 對 就是說 她的這種高跟鞋 已經把腰部恢復到 已經有S型了 但是膝蓋有S型的話 就好好看了 所以你呢 盡量不要穿那個 特別不能 你不能穿那個什麼呢 高底鞋 後底 前高 這種高底鞋以後 你的重心啊 你本身 你走走路看看 你走走路 這叫高底鞋嗎 這叫高底鞋嗎 她重心很高 對 真的 走去哪 而且會感覺好像一棵大樹 在移動 真的是 好大一棵樹 也不是這樣的 這句話說得稍微點過 可是什麼呢 就她走路的時候 我們講 我們人的重心 有一點在胸下面 她的重心好像在這兒呢 她有點晃 你知道嗎 這時間不穩 這不穩的時間呢 我們講在橫距到很多事情的話 會出現突發狀況 對 好比說 那天來不是她老公嗎 她老公會出現很多突發狀況 她自己也會產生這樣的 所以我認為 你要為了自己的這種家庭 為了自己的事業 把這個高底鞋丟掉 那如果我是只有上節目的時候才穿呢 不是 我跟妳講 妳這個個子啊 妳的身形啊 妳穿平底鞋 妳的身形很好 妳知道嗎 妳不用就像有人說 穿高度鞋把自己挺起來 因為妳在某些地方都 感覺不錯了 老師 不是 不是 老師準的意思 妳是說整理得不錯 小生 妳該不會 妳該不會也不想再接我們通告了吧 妳是 第一雙 設計師覺得最美的是誰的 我的 那雙真的嗎 我以為是往裡贏的 那雙我也有 這個很貴耶 這雙真的很貴 可是這一雙是 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看了它 我就覺得它很漂亮 然後呢 我說老實話 我承認是買它這一雙 我是覺得 如果滿不離金鐘獎有 戲劇有入圍的話 走紅毯的時候可以穿這雙 有嗎 有戲劇入圍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雙用得到這樣 所以其實這一雙我只有在店裡試穿 我上次在節目上試穿黑黑的 要不然其實它很新 我根本還沒穿過 對啊 其實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很多很漂亮的鞋 其實穿起來是不舒服的吧 對 其實好看的鞋 你真的要犧牲它的舒適性 所以呢 它為了美觀 你就會少了舒適 真的是 甚至我在特殊場合 對 請問您這雙鞋多少錢 呃 一千九百多美金 你看嗎 有打折的嗎 六萬塊耶 沒有它不一樣 它放棄的它不會打折 對 差不多 這雙是我覺得很漂亮的一雙鞋 因為它的側面穿起來 雖然它很高 但是我覺得它的腳型是 腳背很美 腳背很美這樣 對 很直 而且這雙鞋呢 其實它很貴 但是為什麼 那時候會毫不考慮 就買下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之前 有幫美美保了一個鞋 然後她為了感謝我 就送了我好多的那個 Coupon券 我就去買了 所以這雙鞋 就等於有打了五折的效用 你知道嗎 可是這個好像也是走紅地毯 才可以穿吧 對 我上面那三雙都是紅地毯要穿 那你要入圍三次的獎 那你會不會太多力了 真的不行嗎 考慮太多雙了 就有時候怕女生就這樣啊 就很多藉口啊 那這雙多少錢 我看一下 一萬四千多港幣 一萬四千五港幣 乘以四耶 對 不過小禎這雙鞋 真的是現在 這一季最紅的一個鞋子 因為這個顏色很容易搭 今年的所有 跟鮑紋啊 一些流行的素材都很搭 對 小禎還有一雙鞋啦 沒在裡頭 對 是他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雙鞋 其實那一雙鞋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辦婚禮的時候 然後中間有一段是我跟瓜哥跳國標舞 然後他在把我交給李靜良的一個舞蹈就對了 然後在那個舞裡面呢 因為我穿的是黑色的洋裝嘛 因為它是短的 然後呢 他們就覺得說要有一個亮的東西 然後因為國標舞鞋就是長那個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當時的經紀人就很好心想要送給我一個禮物 他就幫我把那個鞋拿去貼滿了鑽 就是貼滿了整雙鑽 現在應該看不太清楚 他就貼滿了整雙鑽這樣 然後後來呢 因為他有一點就是跳舞的時候會磨到 他就有一點掉鑽了 後來我拿去再修了之後 就再也沒回來過了 這鞋就沒回來啦 修一修就不見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哇 就那雙鞋其實對我意義很重大 我覺得其實妳蠻孝順妳爸爸的 因為妳這雙鞋是妳所有鞋中最不高的鞋子 不是 不是 國標舞鞋也只能這麼高 是 對啊 那雙鞋就對我意義很重大 而且那時候還是當時的經紀人就覺得 送給我一雙整個貼滿賺也不便宜 小鎮的女人A嘛 四歲多了 長很大了 很壞 很久沒有出現了齁 比較少因為她現在開始上課會擔心 所以就比較少讓她曝光 那目前發展的狀況是 有男朋友了嗎 喔 她好愛王力宏啊 她超愛王力宏的 她愛了兩個人很極端 一個是王力宏 一個是梁赫群 怎麼會這樣子 好極端喔 她就說 她就一直講說王力宏是她老公 她就每次我們這樣惹到她都說 妳不要這樣喔 我叫我老公王力宏來揍妳喔 然後呢那天小狼哥就來我們家吃飯的時候 她就看著她就說 我要嫁給妳 然後呢兩個就在那邊 她把她錯看成王力宏啊 有可能嗎 妳覺得 所以得到青光眼 不是啦 小狼哥本人比較帥啦 妳應該是檢查一下施力啊 好恐怖喔妳知道啊 兩個照超反潔 然後那天就在那邊以身相許 就說我要嫁給妳 明天帶我去拍婚紗照 妳覺得這個基因是來自於 阿仔 怎麼會這樣 對她就有點擔心 而且她現在很會硬吃硬吃 那天就是我們在餐桌上面 我就說 Emma妳不要再挑食了 這樣不健康 妳就是因為挑食都長不大 然後她就這樣很不開心 她就這樣挑挑她玩妳的飯 然後就看著我跟我公公婆婆三個人 就說 誰像妳們都那麼不挑食啊 蛤 就去吃 哇 就很會硬出硬集啊 那她去讀書了對不對 去念書了 那會不會跟老師硬出硬集 不會她跟老師她很乖 她在學校很乖 然後就是很會告狀而已 就這樣 非常會告狀 是她做的 是她做的 同學都會討厭吊杯 對 我就跟她講說 Emma妳不要再這樣吊杯啊 這樣妳會沒有朋友 她會吊什麼杯啊 她就會比如說 那個同學走過去 然後她就會這樣默默地觀察她 然後她跑過去跟老師講說 老師妳看她在幹嘛 沒有杯啊 妳有沒有開始想當小孩的慾望 有 對啊 我今天看到的很多東西 都是我沒看過的 對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前陣子帶Emma 然後還有佩甄她女兒 還有佩甄她妹妹的女兒 我們就一起去迪士妳 然後呢 就因為妳知道 一二三四五 這五隻娃娃 我們就去的時候 因為我女兒非常愛 白雪公主系列的 然後我看到我就比她還興奮 我就幫她一次收集起來這樣 一次買五隻喔 對 然後呢 因為就合一個 就五個 然後呢 妳說五隻 對不起 五個 然後因為盒子很大 我就當場就把盒子都拆掉 然後我女兒就這樣抱著五隻 就很開心 然後佩甄她妹妹的女兒 就第一次去迪士尼 然後她們在旁邊 就在那邊講說 就說 小菸啊 因為她女兒叫小菸嘛 她說小菸啊 今天來迪士尼開不開心 第一次來迪士尼 開心 那我們一次來呢 不要急 我們就一次來買一個玩偶 對 然後每一次來都來收集一個 好不好 好 然後小菸就很乖在那邊說 那妳自己挑 她就挑了一個小菸 妳就很珍貴這樣拿著這樣 然後一轉頭 我女兒抱著這五隻 看著她這樣 妳是在演哪一出啊 她就這樣抱著五隻這樣 妳們這樣才大氣出不好啊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 就是買完了之後 佩甄來跟我講這件事 可是因為我比她還興奮 因為我女兒很喜歡白雪公 就是公主系列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次有出完 我就一次就把她買了 全部五隻買齊 然後因為我們家剛好搬新家 她可以裝潢在她的房間 妳看這些芭比娃娃 這些她吊在這裡像不像 像不像上 像不像上角形牌子 對 思雨這個有問題喔 這五個妖女 角形 素形現在開始 好 來介紹一下 這一位 來卡黑屏 這一位是 我應該知道嗎 應該要啊 妳不是想回到童年嗎 妳幹什麼啦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她 她不唸 然後她沒有腿 那個美人魚 她不唸了 她不唸了沒有腿 妳看 妳看 妳有那個唸唸 Ariel妳OK嗎 我OK了 我OK了 妳看 妳要不要抓這一雙 不要啦 妳覺得我應該知道她是誰啊 對 這個是 Cinderella嗎 Cinderella 對啊 然後這個是貝爾 那個美女野獸 美女野獸 然後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我知道美人 睡美人 睡美人啊 買這五隻多少 我說她耶 五味多少 她是美人魚耶 是 這個大家都認識 這是美人魚 但她說她是睡美人 我說她是睡美人 小美女吵來吵去的 然後幾隻節目 怎麼搞的 來 請問這樣 五味 一隻好像都 八百港幣的樣子 八百港幣 對 四千多塊 四千多塊 好 來 你看 她就是不想要 她是在學禮的嘛 對 一隻八百港幣 對 天啊 那五隻 兩塊 還是我記錯 反正就大概 沒有那麼貴了吧 然後呢 這個是那時候 他們學校辦聖誕節的時候 就門口就有個 這個我家也有 對啊 其實這個很好用耶 麵花 丑小鴨 還是沒有交到朋友 她就是一直講故事給她聽 她不是提升機嗎 往前 妳聽到這丑小鴨的故事有沒有 媽媽可以把它洗掉 就是另錄自己的聲音 對 根據我們的統計喔 小孩最喜歡的 不是這裡面那種 主播播音員念的喔 對 而是我們的媽媽 自己錄丑小鴨的聲音 所以有時候妳出外地工作啊 妳就可以放著 她可以聽到媽媽的聲音 對 這個加千可以買一台 對 我帶回去加拿大 沒有 這算是有文化的採購 但是 絕對不便宜 這個好像要九千塊 對 相近一萬塊 可是她有付很多很多的童話書 對 我們謝謝余美人喔 謝謝 很多很多的 好 然後先講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媽媽 就是上面還有她的卡片 這就可以永遠留下了 我女兒生日的時候送她的 包裝很漂亮 這個 這個小包包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妳也有的 沒有沒有 我沒有 你看 小孩最喜歡拿這個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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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媽媽送她的 她的小男朋友會很 對啊 你看秀秀婆婆 跟我弟弟送她的 有希望她幸福快樂 天天快樂 這很好 對啊 很可愛喔 我都不知道有賣這個 有啊 妳想要買喔 蛤 這好像不太適合妳 我們家小孩也可以任妳當乾媽 這個妳放個家常要嗎 不是 我是想約個乾媽 想約乾媽 我們不需要乾女兒 她明姐這妳放個家常型的衛生棉就滿了 我真的 然後呢 像這個 太陽眼鏡 像這個太陽眼鏡太可愛了 真的 看來我就覺得超可愛了 我就幫她買了一副 她戴鐵真的超可愛 真的超可愛 小孩的也要上萬吧 差不多 不到 不到一萬 你看 小孩也有這個名牌眼鏡 對啊 然後她這個圍巾 她就跟我一樣的 我有一條紫色 她就有一條藍色 我買的是因為她看到那個J-Lo她的小孩 也劈了這 因為她不是幫她戴眼嗎 劈了這就超可愛的 而且其實這大人其實也可以用 我也要 不太適合 超可愛 真的不太適合 我也有比較大條紫色的 對啊 超可愛的啊 我們可以後來拿來用 這一條多少 這一條 一萬多 好像 好像要耶 大家看不下去了 她真的是奢侈甜的 她可以從小到大一直用那個 對啊 因為這個大人都可以用啊 這從小到大別 好 那後面還有兩件小外套 這一件是我昨天才去買的 這一件皮衣真的超好看的 對 然後我幫她買了大了兩個尺寸 所以她現在穿起來 袖子有點朗朗的 嗯 但是非常好看 這是一個很有型的小孩 對啊 你說小孩子為什麼都沒有出皮衣 真皮的耶 可是她長得很快 你大了兩個尺寸 明年冬天她又不能穿 大了兩個尺寸 她穿到明年明年的冬天都可以穿 她沒有養過小孩 所以我們要怎麼講 對啊 這可以穿兩年的冬天耶 真的嗎 請問這一件多少錢 很貴啊 三萬八 小孩的皮衣要三萬八 你有沒有感覺 這一件兩萬八 妳這都幫她買黑色的耶 這是什麼皮衣 她在妳身邊就像一條警犬耶 真的 還有皮衣 這一件就是 今年幫她買的一個羽絨衣 然後這個是也是 因為這件是偏大 這件是男生穿的 所以她現在穿起來也是 大概到腳的這邊 然後手也是很長這樣 所以其實可以穿比較長 其實妳是有打算 如果能夠穿個兩三年 對啊 其實也差不多 價錢就變便宜了 我再替她做結識 她還在繼續買 兩三年如果妳再生 沒有沒有 因為她前面的羽絨衣 都已經縮到這邊 因為我之前就已經買比較大 然後就是一批一批這樣子 而且以小鎮的年紀 她可以生五六七八個 對啊 就是在 再多算幾個就 那個價錢又壓下 是 她有幾個假課 冬天的假課 現在能穿的就這一件啊 一件小孩的皮三萬八 也真的有點扯 妳的老公知道這些衣服的價錢嗎 知道啊 她昨天看這件還說好好看喔 對啊 反正她多縫幾下就好了嗎 對 那她講說 講完說好好看之後 她就去接電話說 明幫我多拍兩台刀 所以老公沒有意見對不對 沒有沒有 她跟我一樣太從小了 那如果是妳隨便買一件 三萬八的皮衣 她就會說 妳說妳會怕冷嗎 我說我會啊 對啊 她就會這樣啊 其實妳要算清楚 那個東西可能 冬天她可能可以穿幾次而已 對啊 就兩個三個冬天 那個比較厚的那個OK 對 可是那個皮在台灣真的很少有機會 因為已經太熱不穿那種的 就變得很冷然後穿那種的 她有的時候去鬥狗的時候就 鬥狗的時候就 穿那個多醬皮衣衣服 拜託 夏克力妳有上過中文課對不對 對 妳有沒有學過一句中文的成語叫 才大氣酷 沒有 沒有齁 慢慢等Jason幫妳解釋那是什麼意思 好 就是 欸這什麼意思 這是一件 就是有錢到一件衣服 只穿一次 她也無所謂 很捨得為妳而發錢 不可能只穿一次啦 拜託 這超好看的啦 這超好看的 可是 都已經買到六歲了 而且她這個是很合 她要穿很合身 之後賣我 對啦 這個還不錯 先賣我再賣你 好 好 謝謝小正 請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